10个渣男的特质 自我成长的方法 成为量子力学专家 语言专家 冥想导师 职业规划分析 心理分析 玄学八卦 没有错 现在这些东西直接问Siri就可以知道了 今天我们要认真的用iPhone的Siri来召唤ChatGPT 上一次其实我们就已经做过类似的教学 不过那次有点像是测试版 因为它使用的版本其实是ChatGPT的祖先 就是GPT3的模型 那就昨天ChatGPT的API出来 那API是什么呢 它有点像是应用程式跟应用程式之间的桥梁 就是对接点的感觉 像是APP或是网页开发者 就可以使用这个API 把ChatGPT对接到他们的应用程式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ChatGPT接到我们的iPhoneSiri上面 那之后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用语音控制把ChatGPT叫出来 或者是在iPhone的桌面上面 可以直接点击召唤ChatGPT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如何设定吧 那今天我们一样会用到iPhone的捷径这个程式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下载一个捷径的脚本 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那点下去之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你的手机跳到了这个画面 就是问你要不要把这个名称叫做另外一个助理的捷径 加到你的手机里面 那我们就按下面的设定捷径 那现在呢看到这个画面 它要求你输入OpenAI的API Key 那这就是一把钥匙必须要从OpenAI的网站上面取得 那这个网址呢一样会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哦 那打开之后呢 它会要求你登入 那登入之后呢 看到这个画面下面有一个Create New Security Key的按钮 点下去 它就会产生一把钥匙哦 那我们现在呢就复制这一把钥匙 好那复制结束之后 我们回到刚才捷径这边呢 在文字这一栏我们就贴上 然后呢我们按下面的加入捷径 然后我们再回到捷径这个画面 最上面就看到另外一个助理的这个蓝色的捷径哦 然后下一步呢 简体用户跟英文用户要多做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重新命名这个捷径 如果你今天要用声控的话呢 Siri是抓不到你这个繁体字的哦 那怎么改名称呢 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助理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它的标题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重新命名 那这边命名呢你可以直接把它转换成简体 或是英文或者是取一个 只要是Siri可以抓得到的名字就OK 那等一下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才不会发生就是Siri抓不到你这个捷径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用Siri来叫出这个捷径 那实用方法呢就是先把Siri叫出来 就是讲Hey Siri Siri出现之后呢你就讲另一个助理这五个字 把这个捷径叫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问ChargeBT问题 那过程当中呢 它会要求你取用OpenAI的网址你就选允许就OK 那我们现在呢直接来示范给大家看哦 Hey Siri 另一个助理 请问如何克服上台恐惧症 那如果大家希望Siri的回答不要念出来的话呢 可以进到这个设定的Siri里面 然后在这个Siri回应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选偏号无声回应哦 那这个捷径呢它是可以连续对话的 就是你问完上一题可以直接问下一题 它是可以连贯的 例如说你叫它列出五个旅游景点的话呢 你马上可以再问可不可以列出另外五个呢 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个Siri的捷径有被中断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连续了 那另外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所有对话其实都会保存在你的iPhone手机里面哦 那这个档案要在哪里找呢 就是我们先到档案的资料夹里面 首先呢按一下右下角浏览 然后点击iCloud云叠 接着按右边的显示全部 滑到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shortcuts 然后捷径图案的资料夹我们点开来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TrackGPT对话 里面就有对话记录咯 那另外呢来教大家按键型的 就是你今天如果觉得Siri很难用啊 或是对话不太习惯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iPhone桌面上哦 首先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捷径主画面 我们在这个另外一个助理的右上角 按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i的符号 我们点进去 然后最上面你就会看到这个 加入主画面的按钮点下去 那这个图示跟名称你都可以自己替换哦 那确认没问题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然后接着呢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主画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它 那这边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哦 我就不用用讲的这样子 就是说我这边问它五个喝咖啡的好处 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版本呢 它的速度是更快的 因为上一次其实是有一点顿顿的 但我觉得这一次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它给出的字数呢都是蛮多的哦 那这个捷径呢有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如果它字数太多的话 会挡到这个文字栏哦 如果你想要打下一题的话呢 就是直接在这个文字栏输入 然后按右边的完成 它就会自动接续话题这样子 那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排版就是有点怪怪 那这个是iPhone它自己本身的问题哦 就是可能 字数当初就是没有设计的那么多啊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改版是好用蛮多的 第一个就是它速度快 第二个是字数多 第三个就是它可以延续话题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提到的点呢 就是我从昨天用到今天呢 我觉得它比网站是相对稳定蛮多的 因为如果你用一阵子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TrackHP有时候它还不让你登录哦 你登录还要排队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网站登录 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呢 我觉得有这个当成备案也算是不错啦 那讲那么多好处呢 大家都设定成功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呢都是在免费试用期哦 就是这个TrackHP API呢 它其实是有三个月 然后18块美金的额度呢 让你免费的去使用 那18块美金听起来很少 其实是可以用非常多次的哦 那来跟大家讲一下呢 免费试用期之后它是如何计价的哦 在官网上面呢 它说这个Track功能呢 它是0.002块美金呢 per1000Token 那1000Token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今天这个计价的方式 它都是用这个Token来计算哦 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呢 大约是700多个英文字 跟333个中文字哦 那我们再帮大家换算一下 1块美金 如果你今天问答总字数是1000个字的话呢 大约可以使用166次哦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这个字数呢 是包含你的问题跟回答都算在里面哦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TrackGP API 它是不只可以用在这个Siri捷径上面哦 像是有些人已经开发出 用LINE来使用TrackGPT啊 或者是其他应用程式 应该是也可以跟这个TrackGPT来对接哦 还有很多观众都跟我反映说呢 使用TrackGPT来学Python 真的非常的好用哦 然后我昨天也自己试了一下 真的超级好用 真的超神的 因为Python其实还蛮复杂 你要下载很多东西来当成它的附件 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例如说你今天这个电脑要装哪些哪些东西呢 就可以直接开始写Python 但是我问TrackGPT呢 它就直接给我一套答案这样子 或者你今天写到哪边啊 或是工具切换上面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你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到TrackGPT 它就马上知道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就算是非常初级的错误呢 它都可以一眼看出哦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Siri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设定成功哦 要有任何问题呢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想办法呢帮大家解决 或者是我也会把解决方法呢 贴在留言区置顶 或是说明栏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蛮实用的话呢 可以帮我按个赞 订阅好开启小叮当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